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14岁的王一博给航耕伴舞 外貌气质和现在大不同 整眉整一眼便知 1997年出生的王一博 就靠一部陈情令 一下子在娱乐圈红得不得了 像他这种长得帅 演技还特别精湛的小年轻 真的是挺少见的 不过仁义红麻烦就来了 流量带来的后果 就是自己那些见不得人的过去被翻出来 特别是这一组 14岁的王一博给航耕伴舞时的照片 和现在一对比 外貌和气质差别老大了 前后差别这么大 真让人忍不住琢磨是不是整过容了 明星整容在圈子里向来是常见的事儿 王一博这个完美男孩 难道也是靠科技与狠活整出来的 提起王一博 估计大家都挺熟悉的 他97年出生 自从演了热播的陈情令 人气那是蹭蹭往上涨 按理说 像他这种刚入行的小年轻 通常没啥演技 纯粹就是靠自己的长相在娱乐圈里播流量 不过看了这部剧以后 就明白陈情令能大火那是有道理的 在剧中 王一博的演技那真是没得说 把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 而且在演王一博这个角色之前 他就有了些粉丝 这部剧大火之后 粉丝的数量更是一个进而的增多 不过他可没因为这个就骄傲自满 而是一直守着初心 王一博不光演技棒 人品那也是没得说的 他心眼好 对人实在 老是拿真心对待身边的每个人 好几年前的一次活动上 有个粉丝专门去让他签名 可让人尴尬的是 这粉丝竟然没带笔 这种视野 要是换作旁人 或许就拉倒了 不过王一博呀 他脑子一转 拿起粉丝的手机 就在手机上写下了 王一博这三个字 这一做法 不光化解了尴尬 也让在场所有人都体会 到了他的真情与机制 别的先不提 单就这一点来讲 就能清楚王一博能走红 绝对不是偶然 好多人都是通过陈情令 才晓得王一博的 可他们哪里知道 王一博在这之前 就已经是天天兄弟里的人了 在早些时候 湖南卫视那可是追偶像剧 看综艺的第一选择 特别是早期的快乐大本营 跟天天向上 那是相当多的人的回忆呢 咱就拿天天向上来说 这节目在综艺圈 那绝对称得上是老大哥 和如今的那些网络 新出现的各类节目相比 那可称得上是元老级的了 他的名气和观众群体 相当稳固 差不多人人都知道 并且他也不论啥第一季 第二季 就一直录制一直播 咱们观众压根不用操心 看完这一季 下一季主持人换了 或者节目风格变了 对于天天向上的主持人来讲 能在这个综艺节目里干活 差不多就等于捧上铁饭碗了 天天兄弟最初的成员有汪涵 欧帝 前锋 田园 于浩明 是也浩二这些人 2016年 天天向上改版了 主持的人除了有汪涵 前锋 又添了大张伟和王一博 大伙是不是都没留意 实际上从2016年往后 王一博就已经露面了 虽说那时王一博跟王牌主持人汪涵 前锋比不了 镜头也没人家那么多 可他在天天向上这节目中 还是相当努力的 他不但在舞台上发挥很棒 和其他嘉宾还有主持人的交流 也特别自然又好玩 有时候他会露一首自己的本事 像跳舞呀 唱歌呀之类的 每次都能叫人特别惊喜 要是追过天天向上 而且对王一博还有印象 那就肯定能晓得他是有舞蹈功底和天赋的 实际上王一博可喜欢舞蹈了 王一博从小就特别喜欢舞蹈 岁数越大 这喜欢静儿还越厉害了 在他漫长的跳舞岁月里 拿到了好多让人瞩目的奖 也有了不少成就 2014年 他作为UNIQ组合的议员正式出道 那时候他在舞蹈领域已经出路锋芒 回国以后 他接着钻研舞蹈本师 持续跟自己较劲 在2020年的这就是街舞 那个舞台上 他的舞蹈才能受到了更普遍的承认与夸赞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那叫一个火爆 让人特别吃惊 甚至有网友说这是上帝之舞 而且呀 他连着拿了两届街舞的总冠军 舞蹈水平谁也没法怀疑 王一博不光在街舞方面表现出色 还被邀请当上了中国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这显然是对他舞蹈水平和影响力的又一次认可 他跳舞厉害 这不但给他招来了好多粉丝的喜欢 而且还让业内对他评价特高 特别认可他 这些成就跟经历那都是明白着的 常言说的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王一博也一样 如今他能在舞蹈上取得所有成就 靠的全是这么多年流的汗水和做出的付出 想当年 他还是个懵懂的小伙儿 在舞台上给行更当伴舞 虽说只是个小小的配角 可他对舞蹈的那份热爱和专注 谁都能一眼瞧得见 网上有他十四岁伴舞的照片在流传 那时候的王一博 外貌和气质跟现在差别可大了 咱先来讲讲外貌哈 十四岁的王一博 脸蛋上还有点儿婴儿肥呢 瞧着特别稚嫩 眼睛挺大 笑起来就跟林家小男孩似的 根本不是如今在舞台上那富酷酷的样子 不过 就算是那时候他还很青涩 也盖不住他的帅气静儿 如今的王一博 五官越发立体 脸型也更精巧了 不过整体的轮廓跟少年时候相比 其实没多大改变 咱们再讲讲气质这方面 那会舞蹈动作虽说已经很熟练了 可整个人身上就是有股青涩和幼稚的静儿 如今 他站在舞台上 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 都透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自信又淡定 这种气质的变化 不单单是时间积累出来的 而是他一直努力加上不断成长带来的 不过呢 王一博的名气是越来越大了 可有关他整容没整容的传言也变得越发厉害 实际上 拿他14岁的照片跟现在一笔 整眉整容一下子就能瞧明白 他那五官的轮廓没啥大变化 不过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他不再青涩了 倒是多了成熟男人的魅力 关于这个 大伙是咋想的呀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再见